香扑是日本的胡翠,是日本人特别喜欢的一项插头皮育运动。 香扑运动同富是山一样,成为日本的代名词。 初类巴翠的香扑手像影视明星一样受到日本国民,尤其是青少年的喜爱和崇拜,成为万名的风云人物。 因此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香扑选手,必然经历着非常艰辛的训练过程,而日本香扑比赛没有级别之分,因此体重越重就越具有优势。 所以香扑催肥也是训练中非常重要的一步。 香扑手一天只吃中午和晚上两顿饭,都是火锅,只是每天的口味有所变化。 每顿饭可以说是吃到嗓子这里,然后开始睡觉。 还有就是,做一些非常激烈的健身运动,并且他们练习的时候也非常激烈。 健身运动是把筋,肉破坏,撕裂,然后让筋,肉长大。 体量大的香扑一顿就可以吃下相当于普通5.6人所吃的饭量。 通常火锅吃饱了之后,有些香扑手还要吃大量的奶油蛋糕等甜点,吃完后马上睡觉。 日常,他们只吃一种叫做历史火锅的特殊饭食,这是一种典型的营养擦。 即将牛肉、鱼肉、豆制品、蔬菜等放在一个大锅内炖煮。 因为日本香扑没有级别分类,所以体重越重的香扑选手就越有优势。 因此,香扑们为了取得好成绩增重,就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训练。 为了增加体重,利兴们通常采用一种以饮食和睡眠为主的催肥拔。 日本历史上最重的香扑手是来自于美国的小锦体重550斤,他获得了仅次于横钢的大关级称号。 在日本,香扑运动员的培养依靠布屋,日本香扑协会下设53所布屋。 布屋的最高领导教亲方,其师傅,亲方一般就退休的著名律师担任,他对香扑协会负责,同时教授弟子学习香扑技艺。 每年从全国小学生中选招学员,一半选中,只要家长同意,吃,穿,住拳由布屋负担,香扑手按比赛成绩,分为十个等级。 旭之口,十二段,三段,木下,十两,街头,小节,关鞋,大关,横钢,横钢是香扑手的最高段,十两以上的香扑手称为律师,称为职业香扑手,又不费的工资收入。 调查显示日本香扑手每月的薪水情况位,横钢282万日元,约合19.56人民币万元,大关235万,约合17.36人民币万元日元,关鞋170万日元,约合人民币12.56万元,小节130万日元,约合人民币6.6万元,前头103万日元,约合人民币7.6万元。